你 以后谁要再也欺负你 你随时来找我 谢四爷 但刚才是我冒犯侧附近在先 好了 你坐吧 我帮你包扎一下 不用了 来 来 忍着点啊 厕付金虽颇辣了些 但但四爷却是真心 你不用替他开拓 这 我很清楚 我心底最在意的人 究竟是谁 小微姑娘 方才宴席上 皇阿玛对鹰鹿大人赞赏有加 毫不掩饰重用之心 看来鹰鹿大人今后 必定是朝廷公国啊 我就先恭喜小微姑娘了 小微姑娘在冬猎场上英勇就驾 皇阿玛才对鹰鹿大人另眼相看 要我说呀 鹰鹿大人应该好好感谢自己 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方才游园会上 八哥对鹰鹿大人 不也是赞赏有加 有意拉拢吗 九哥 十哥这番话 可是负了八哥的脸面 伤了兄弟何气 你 十三弟 此言差异 重用鹰鹿大人乃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况且皇阿玛高兴 我自然也是跟着高兴的 拉阿玛 着实谈不上吧 而且重用鹰鹿大人 还是要看着鹰鹿大人的女儿 心之所属吧 四哥 十三弟 你们说是不是啊 来 交给姑娘 东烈场上你投宫 本王敬你一杯 好 怎么 小薇姑娘不给我这个面子 还是觉得本王 人微言轻 不配合你喝这杯酒啊 师弟 我替他喝 来 我自己喝 痛快 四爷 十三爷 他们两个 我该怎么办呢 十四爷 起来吧 和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陪本王喝杯酒 你说你们多好 不用担心会做让兄弟失和的 红颜祸水 你可以不喝 喝 为什么不喝 酒醒了吐完了就能喝 是啊 与其胡思乱想 不如一杯解千愁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想让他们兄弟俩有嫌隙 怎么就 你放不下十三 心里又舍不得我四哥 想要左右逢源 没有 我 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把十三爷当朋友 要了 四爷 才是我一直想要找的那个人 不管什么原因 问题就在于此 你摇摆不定 模棱两可 你看面前这碗酒 可以分成两份 但是心却不难 拖得越久 就越难做抉择 一旦造成伤害 后果你承担不起 虽然你说的话不中听 可对我来说还挺有用的 果然是个聪明人 你明白就好 还有酒吗 当然有酒了 我还有一件事搞不明白 你一向和十三爷还有四爷不合 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恶不及时处理 害的只有你自己 到时候 就没有人能护得了你周全了 懂吗 我会想清楚的 谢谢